这些抱怨呢,这其实都是一个谎言 他们觉得好像只要调整一下汇率 这种逆差就会消失 或者说美国就会有更多制造业的机会 这其实根本就是一个谎言,一派胡言 如果汇率改变的话 这种双边的这种逆差或者说顺差 它会变得很慢 有的时候会上反方向发展 比如说美元跟加元或者是欧元之间的汇率 他们一旦美元贬值以后 这个双边的逆差反而变得更大的 所以说人民币汇率的问题 不是一个万能良药能够解决美国的所有问题 其实还关系到经济基本面 我们知道美国国会众议院在不久前 几个月之前通过了一项法案 就是关于货币政策 实际上主要是特指这个人民币价格的这样的一个法案 是由来自俄亥俄州的一位众议员 瑞安众议员发起的这样的一个法案 在众议院是通过了 那么这个关于中国货币政策的这个立法 最后在参议院或者说最后到这个政府这边 到白宫这边通过成为一种成为一条法律的前景怎么样 会有可能成为一条法律吗 那么这是一个不好的法案 我也不希望它能真正能变成法律 它不能解决任何的法律 美国的根本问题 但是它已经通过了众议院 现在参议院可能先不会来讨论这个法案 我觉得他们没有时间来讨论 那么奥巴马也是希望不要最后在他的书桌上看到这份法案 那么之前呢 也有一些法案 它是针对于人民币的汇率来谈的 那么几年前我也在这个节目中也谈到过这个问题 那么这个法案呢 它已经 就是它的力度也已经减轻了很多了 它其实只是一个象征 而且但是一个很糟糕的象征 其实这个法案真正有利的这些条款都已经被去掉了 现在我们再来接一些电话 湖南的魏先生 湖南魏先生你好 好 我们接下一位 好像已经不在先生了 黑龙江的张先生 黑龙江张先生你好 中美两国贸易问题 G20奥巴马跟胡锦涛会谈 他就说两国报应 美国的地性是美元 故意在贬值 目前来看黄金每二次达到1400几美元 这个黄金是否美国在操纵这个黄金 那就说美国现在在危机输出 所说的输出 这就是提高它这个进口这些国家的税率 强化採夺一些 第一种一些这个 比较弱后国家的採夺 它一些这些国家财产 那就说 美国现在的宽松货币政策 现在有些媒体来报道来说 美国这样放荡下去 这美元这样发行 美国将来会不会 就是说的 91年92年 中国会 就是说 怎么说呢 这句话 就是美国会亡国 是不是能达到这种地步 谢谢 好 谢谢这是黑龙江张先生 发表他自己的观点 先生您看张先生的这种担心 说美国采取这种宽松货币的政策 最终会不会让 美国的经济 亡国 这是太夸张了 经济会垮掉 我希望它不要发生 我觉得它是过分夸张了 那么这个宽松政策 它的主要的目的 并不是要让美元贬值 它主要的目的呢 是要刺激美国的经济 现在我们的经济发展率 还是增长得很缓慢 失业率还是很高 我们去年的经济刺激法案 那也没有成功 那么我们现在还有两个办法能够做 那么就是货币政策 那么现在的利率已经几乎到零了 所以他们现在用了这个宽松的货币政策 但它其实也有副作用 它的副作用呢 就是让美元贬值 那么美国的一些政策制定者 他可能在二十国分会上不会这么说 但是呢 他们心里面暗暗的还是觉得这是一个好事 那么当然你货币贬值也有一个副作用 你通过贬值你这个本国的货币 从长期来说 不会让你的国家变得更为富强 现在我们已经看到美国的一些产品 比如说你的石油啊 食品啊 包括你进口的价格啊 都已经上涨了 现在美国的工业 他也要买一些能源 买一些原材料 他也要进口很多的产品 比如说钢铁 那么美元一旦贬值以后呢 就使得美国的公司要进口这些产品啊 或者是原件的时候就更贵了 那么在全球也没有那么强的竞争力 所以从长期来说这也是不利的 所以我们应该由市场根据一个国家经济基本面来决定它的规律 刚才黑龙江张先生提出这种担心 也使我们想到了就是 在美国这边也有很多老百姓 就是说有时候呢 老百姓 那么可能也许是对这个经济规律的不了解 总会提出有很多担心 比如说在美国 美国有很多老百姓担心 说现在呢 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一个 就是美国国债最大的一个外国的持有者 这样呢 可能很多美国人担心 就我们这个 美国又从中国寄这么多钱 那我们的经济会不会就是让中国给控制了 那反过来呢 像刚才这个张先生的这种担心 黑龙江张先生的 另外呢 就关于美国国债这个问题呢 我们也看到在中国的一些老百姓呢 有些人反而也是在非常的高兴 非常的骄傲 那他们认为 你看现在美国的经济不好了 都到我们中国来借钱了 我们中国现在掌握着美国这么多的这个债务 这个国债 美国发行的国债和外国政府 外国银行持有美国的国债 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它是一种像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所担心的这样的吗 还是政府的一种投资行为 美国的债务 中国日本和别的地方的储蓄者 一直在向美国借钱 其实就是美国政府的这个钱 借的债 现在很多美国人在 或者说美国政府的官员在抱怨说 中国人买了好多美国的债务 其实就是花钱的人就是他们的 他们现在是把中国作为替罪羊 但是呢 关键的问题其实是美国政府的开支 他一定要削减他的开支 还有现在奥巴马 他也已经创建了一个特别的委员会 他已经建议说能够从美国政府中 削减几千亿美元的开支 那么如果中国日本或别的国的储蓄者 不愿意向美国借钱 不愿意买美国的国债 那我们现在的利率 美国的利率会变得很高 可能会涨4.0% 美国的一些买房子的人 他在自己的买房的贷款上 要花更多的钱 所以呢 对于中国跟美国来说 也可以找到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投资选择 虽然利率不是很高 但比较安全 所以我跟我中国的朋友说 不要过分地高估美国的一个经济问题 我们的其实产业部门或者工业部门 他其实做的还是不错的 很多公司他省了好多钱 美国的家庭也在储蓄更多的钱 其实从经济基本面来说 美国的经济还是很稳健的 只不过是美国政府造成了很多问题 希望新的这个国会和这个政府 以后能解决这些问题 我们还有一分钟的时间 差不多先生 最后一个问题 可能就刚才谈到 就是实际上这个 美国的这个私营企业这个面上 还是经济状况还是不错的 那就是我知道在卡托研究所 您和您的同事另外一个丹 丹埃肯森先生也在一个 在这个节目上也谈到 就是说美国人应该 美国是一种是一个消费 借贷这样的一个文化 而中国是一种储蓄的文化 你的同事丹也曾经说过 就是美国人应该学习 中国这张储蓄的这样的一种文化 你怎么看 你是不是也同意他的看法 我同意 我们是可以互相学习的 但是我完全反对 奥巴马这些政府 他试图要放一个上限 就是贸易临差的上限 我认为中美两国都可以在经济政策方面进行一些根本性的改革 美国在政府的层次上应该有更多的储蓄 然后如果你根据减税的话 也可以让家庭储蓄更多 那么中国呢 就应该是国内消费拉动它的经济 让中国人民能够更好的享受 他们自己辛勤劳动 或者说国家发展给他们带来的好处 而不是说把这些钱都借给别人 应该是让中国人民自己内部消费更多 最后十秒钟 请您给奥巴马总统担任总统快两年的经济政策打个分 您怎么打 那么我给他一个D 作为全面的一个经济政策 我觉得他没有帮助美国的经济 但如果是贸易政策的话 我可以稍微宽松一点 我给他C减 好了 因为时间的关系 先生我们今天试试大家的讨论 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华盛顿研究机构卡托研究所的 丹格里斯沃德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 也感谢各位观众和听众的收听收看 和积极的参与 再次提醒各位 除了通过短播和卫星电视 接收美国之音的节目以外 您也可以登陆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 用现场视频来收看我们的节目 并且浏览其他最新的报道和影响资料 我们的网址是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中文部焦点对话节目 中国过去三十年来的发展模式 是否需要改变 著名人士就焦点新闻展开辩论 在针锋相对中 为您提供最新信息和观点 是不是一档专权 是不是垄断所有的事 电视 广播 英特网同步播出 中国警匪勾结 官黑勾结的现象 到底有多普遍 焦点对话 每周五晚上九点 时光飞逝 转眼又到了今秋的季节 在新的一年到来之前 美国之音为各位准备了 精美的2011年挂历 欢迎您来信或者是通过电子邮件 尽快索取 来信请记 北京邮政信箱 9171号 邮政编码 100600 请在信封上注明 索取挂历和您的地址 您也可以通过电子邮件索取 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是 也请您不要忘记写上您的地址